我们现在要来到的是 Huawei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 今天这支影片呢主要是 分享我之前参访 深圳华为科技总部的新的感想 还有探讨中国国牌企业代表中国精神 甚至让美国企业头疼的公司 它背后一些振奋人心的故事 那一定要在开始这个影片之前 请朋友记得点击你的右下方 订阅我的频道哦 首先快速的为大家科普下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ICT 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的提供商 致力于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 每个家庭每个组织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而其中华为智能手机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人 引领手机生态的新时代 造就华为的强势崛起 让华为手机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透过这次的参访呢 我们一行人共参观了华为产品展馆 产品展示中心让我们 零距离的接触华为最新信息化的产品 还有互联网产品 了解华为最新产品在企业中的应用 我这才发现到啊 除了华为手机 原来华为企业产品涵盖的类型很广泛 包括像人工智能研发 云、芯片、智慧程式等等 让我感觉到华为是如何通过技术的创新 引领未来的 再来一开始的时候 讲解人也为我们解读了华为的愿景 使命还有核心价值观 看看华为是怎么履行 为世界人民服务的 说到这里呢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在接受英国电视台记者采访时 提到了一个华为员工叶辉辉的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为 一人一褚一狗 讲的是在印度洋上 有个叫科摩罗的小岛 以前极端贫穷 一天只有一小时能用电 当时呢 华为公司就只有一个员工在这个岛上 有一只狗陪着他 为了改善后勤的生活 又加了一名厨师 具体事情的发生 就让我为你娓娓道来 2019年7月 叶辉辉辉在华为内部分享会上 说自己是来自科摩罗时 任正非打断了她的自我介绍 问说科摩罗在哪 我还没有去过呢 其实科摩罗是一个岛国 位于非洲大陆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 人口只有80万 还不如中国国内一个现成人多啊 2013年24岁的叶辉辉刚进入华为一个月 话说华为内部推荐引进人才 还有奖金奖励哦 叶辉辉就是被朋友给劝进来的 那她就被派到了科摩罗负责当地的一个 海底光缆项目 此前为了这个海底光缆呢 华为已经耕耘了数年的 而科摩罗是个什么情况呢 条件艰苦几乎与世隔绝 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有电 叶辉辉的宿舍房屋年久失修设施破旧 没有水也没有电 她刚给国内的母亲打电话叫了声 就没有信号了 担心故意的母亲连打了几百个电话给她 后来还是联系到她的同事才确认了她的安全 由此可见叶辉辉要面对的是一个 物资极度匮乏 基础设施极度落后 因为集合登革日肆虐的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缺电缺水也就算了 尤其是火山年帝日 这个地方蔬菜和水果也极度缺乏 这是一个连吃都需要发愁的国家 刚开始叶辉辉只能靠外边的同事给她带了蔬菜水果改善生活 她每天还要抓紧在一两个小时有电的时候烧水做饭还有洗澡 然后躺在床上思考感受印度洋的海风和清空 那种女士隔绝般的孤独和寂寞应该是非常难耐的吧 所以任正非那句 员工吃饱肚子才不会想家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2014年因为科摩罗市场有起色 华为科摩罗办事处就设立了并配备了一个厨师 生活条件才算是正式改善 而叶辉辉是当地待的时间最长的华为员工 厨师可以说几乎是她的御厨 很快华为的食堂就被誉为科摩罗最好的中餐馆 厨师老王把当地的特产经枪于做出了18道不同的菜式 甚至有一次一个刚过来交付的兄弟 晚上10点多才从客户那边加班回来 面对着刚热好的饭菜 蹦着饭碗吃着吃着突然哽咽了起来 老王问她这是怎么了 她哽咽的说太好吃了 好吃到我要哭了 此外叶辉辉也为我们体现了什么是奋斗 她就像一个年轻人跑到一个人身低不熟的异国他乡 语言不通生活不变又孤独又冷清 还要遭受甲方客户的冷遇 至于和不信任那种身心备受磨砺的职位 实在是一言难尽的 除此之外还有生命的危险 叶辉辉就曾在坐小飞机和冲锋舟的时候 遇到过飞机失重还有暴风雨的情况 差点掉进海里 她当时怕河童被打湿 就藏在了衣服里面 所以说风雨过后有彩虹 叶辉辉通过这段经历呢 得到了人生很大的魔力 她说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如此壮丽的景象 我刻骨铭心地领悟到 生命是如此宝贵 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多么的幸运啊 我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遇到困难就迎头一面对她 2014年的时候叶辉辉报回来 一只小狗看家护院 所以外界有了华为办事处 一人一处一狗的说法 后来因为小狗太凶了 他们又买又养了两条小土狗 叶辉辉起名为收入和回款 观看这个名字呢 就能体现华为的奋斗精神了 2019年科摩罗现代化网络项目交付 项目建成后呢 科摩罗将实现全岛 2G 3G 4G覆盖还有光纤道户 以后在科摩罗任何一个角落上 都会在深圳在大陆一样的便捷体验了 由于通信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 愿意来到科摩罗进行援助和投资 极大程度促进了当初基础性的建设 比如缺电缺水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因此华为也已经成为了科摩罗 最受欢迎和尊敬的中国公司 这也是任正非所说的为世界人民做贡献 而叶辉辖辖 辖辖当地六年的情况呢 不过是华为海外市场开拓的一个小小缩影 还有很多华为人在异国他乡默默奋斗 他们是为自己为公事而奋斗 也是为祖国还有世界做贡献 在这里小男真心的想为这些华为人鼓鼓掌 还有感谢他们的付出 那在看完的一人一出一狗 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注定要改变世界的 虽然平台的选择至关重要 但个人的努力更重要哦 没有华为这扇窗口啊 叶辉辉的光芒也许不会被释放 华为提供的是锻炼机会 他对接的平台比如国家级的企业客户 是中小企业无法契集的 诚然良好成熟的境遇呢是每个人都期望的 但企业的资源配置来一定是有倾斜的 试问六类国家的艰苦项目 谁想去啊 但被组织安排疑惑说是被选中 从单纯的任务执行角度来看 个人创造力的施展和潜能 发挥成就的叶辉辉 可以说他从华为这扇窗口绽放的光彩 也反过来给华为的品牌价值 添砖加瓦的哦 好的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还想知道我这十天中国之旅 完整的新的感想 可以点开上方影片去观看 那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 不要忘了按个赞分享 还没订阅的朋友呢 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你就不错过我任何的影片啦 想要知道我的最新动态 也可以追踪我的Facebook和IG 还有最后一个好消息就是 小男也开了B站空间哦 欢迎大家关注我 也常去逛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